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自己做出来给人看 别人就相信了 有人问我们什么是佛教 最简单的答复 古人 鸟科禅师 告诉白居易 白居易那个时候做杭州太守 就是现在的市场 鸟科禅师也很有一点名气 趁他在鸟科 他是在树上做了个小屋 他就住在那个树上 像鸟一样 趁他鸟科禅师 白居易现在秦教 圣的是佛法 他说了两句话 诸物莫作 众山奉行 后头还有两句 鸟科禅师 只说这两句 后面是自尽其一 谁也施诸佛教 他就说两句 白居易听了哈哈大笑 三岁小孩都道德了 鸟科禅师记得一句 三岁小孩虽然道德 霸师老翁做不到 白居易听说 点头想了想 对 这是佛在经上是 诸物莫作众山奉行 自尽其一 就是二个字 是诸物佛教 那就是诸佛三世 一切祝福教化众生 就这十二个字 这十二个字就是三藏 经典呢 诸我莫作众山奉行 是六藏建立 自尽其一 是金藏跟论藏 那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呢 就讲这东西 除这个之外 他没讲啊 而这些东西 确实就暴露万象了 我们现在将它封为五大类 那佛耶稣讲些什么 讲伦理 讲道德 讲因果 讲哲学 讲科学 那这五个科目 都讲到究竟女人 讲攻击 放入 不